詹姆斯低迷勇士全面爆发,做不好这点骑士真的可能被横扫。 在6月4日NBA休战了三天之后重新开战,这场比赛之前勇士在上场比赛中战胜了骑士,从而大比分1比0领先对手,这样一来骑士就更加被动了,本来就没有主场优势。 实力也处于下风的他们在之后的系列赛中,如果想要夺冠的话需要尽可能队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因为现在的骑士毕竟已经不是前年逆转勇士的那支球队了,人员发生了变化同时詹姆斯也在逐渐变老。 而骑士一旦输球,这个系列赛只能争取捍卫竹场保证自己的竹场比赛一场也不能输了。 詹姆斯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自己的眼睛还是有一些伤病,而在躺到系列赛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有信心。 勇士这边的汤普森上一场比赛一度因伤暂时回到更衣室,这场比赛他登场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伊戈达拉还暂时打不了。 当然对于科尔来说他的阵容已经很强了,上一场比赛之所以差点让对手拿下胜利和杜兰特发挥的一般有些关系,而今天他要做的就是尽快唤醒自己这些爱将的状态。 今天的比赛中科尔在赛前宣布他们的辩阵,让上一场比赛有出色发挥的麦基进入到了首发名单中,而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麦基登场之后的效果相当明显,勇士内线的高度增加了。 刚开场的时候他们连续调给大中锋,之后内线频频得分,勇士刚一开始就气势如红。 骑士方面的JR史密斯发挥的也是很好,毕竟他在上一场比赛之后承担着很大的压力,首节比赛中后半段的时候勇士的失误开始有些增多了,骑士也开始努力追分。 骑士的乐福在第一节比赛的时候还有受伤暂时回到更衣室的时候。 四节比赛一开始杜兰特和汤普森开始发力,勇士再度将分拆拉大,看起来脚步的伤病并没有给克莱在本场比赛带来很多的困扰。 泰伦卢的球队首发虽然都得分了,但是他们还需要给詹姆斯更多的支持,科沃尔今天没有打首发,现在看起来泰伦卢面对科尔的调整变化确实不是很多。 好在之后勒福重新回到赛场,刚一回来他就打成一个2加1,今天看得出来岳福和汐尔是詹姆斯最可以依赖的,而詹姆斯今天的进攻不如上一场。 勇士这边三差起开始发力他们在第二节中期的时候打了骑士一个7比0,随着库里的三分入框勇士拿到了两位属的领先优势。 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也希望骑士可以在课长打出自己的精气蛇,最好别让比赛胜负的悬念早早消失。 特别声明,本文为自媒体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 东方体育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